夏如芝和張傑 遇有一個可愛女兒小芝麻 也經常會在網上和粉絲分享家庭生活 建議夏如芝就透露 17日晚上她準備到超商處理事情 眼看手機只剩下5%的電量 就先把相關資料通通都傳給老公 結果對方剛好有工作電話 當下沒辦法點開她的訊息 她就決定讓老公好好在家講電話 自己抱著女兒就出門了 沒想到母女兩快到超商的時候 一個轉身卻突然發現 老公也跟在自己身後走了過來 對方擔心她手機沒電 這樣子就白跑離開了 同時另一隻手還握著手機繼續講電話 讓夏如芝整個超感動 甚至老公隨時都把她放在第一位 就算再忙也不讓她一個人 甜蜜直呼愛不用花言巧語 簡單的行為就能完全感受到 對方對自己的用心與愛護 實在是好甜啊 好甜蜜 ización下次見 littarina